大家好,我是降丽小生 今天是铁盖茅台的专场 马上给我们江西的粉丝大哥 安排打包 然后通运发走十几瓶铁盖茅台 这十几瓶铁盖茅台里面 有最早的铁盖 也有末尾的铁盖 就是最晚的一年 最早的是哪瓶呢? 这一瓶 那最晚的是这一瓶 1985年的铁双飞 其实在前两期视频里面 已经和朋友们分享到 非贴铁盖1985年 就有了 带有红膜带飘带 生产日期是1985年 它的特点呢 盒子是双层盒 那五星铁盖是啥时候才有的 是1986年的最后一个星期 它的特点是 酒精度 54度盒子带地方国银字样 那个量特别少 价格比这个一瓶 要贵一万多块钱 96年是铁盖茅台的最后一年 大概是在8月20号之后 就变成的白皮茅台 那有的朋友可能比较好奇 这个红帽和这个没有 帽的有什么区别 那我们注意看 这是一瓶 这是哪一年的来着 1991年的五星 它就没有这个皮 那这个皮下边是啥呢 其实我把这个拨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瓶呢是196年的2月 大哈比例 1号是吧 1号 然后这个膜特别脆 它已经掉了 然后我们把它揭开之后 来我们把它揭开之后啊 它每个那个盖就是这样的 颜色呢还比较深一些 就和没有带着一个 红皮的比起来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 知道就行 那铁盖茅台 打开之后是啥样的呢 再给朋友们做一个颜色 这个是前两天朋友 请我和表弟吃饭 然后开了一瓶50年 50年那个是断头的 顺势把它喝了 还有半斤多酒 这个是一瓶满的 然后呢我跟表弟 表弟那天喝的也够精心 喝的比较多 确实喝多 铁盖茅台是这样的 它这个叫做可学断式的女干 实际它并不是铁的 是女的 然后拎开之后呢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打开之后 您看那个盖子上 会有一些 实际我们把它称为 叫做铅色和那个瓶口 对吧 所以朋友们在 喝铁盖茅台的时候 打开的时候 小心一些 这种纸巾把这一瓶擦干净 然后轰轰轰轰 到底 颜色特别好 也特别好喝 那其实今天的视频 主要呢是和朋友们 来细数一下 现在铁盖茅台 又重新爆火 或者说 选择铁盖茅台的几大原因 其实我们视频在开始之前呢 我也没整理 只是想到了哪 咱们就说到哪 那么第一 首先还是从铁盖茅台的量 铁盖茅台 刚才我已经提到的 最早是85年 最晚是96年 咱们就折中来取量 既有以大概是92年93年为例 当神宝台的全年产量 也只有2000多吨 大家知道吧 一吨是2124瓶 所以量呢 经过这么多年的消耗 以及存放不当 现在像这些 还算是比较全品的保存到现在 是比较少的 这第一点我们把它称为是稀缺 除了稀缺之外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二点 第二点吧 还是在于酒自己的本身 本身的竞争力 铁盖茅台除了量稀缺 它的酒制也依旧非常非常的好 最迟的铁盖茅台是96年的 到现在已经28年 就您喝这个老茅台的感觉 和喝新茅台是完全不一样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视频里面也多次的提到 2000年之前的茅台酒 和2000年之后的茅台酒 喝着就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所以铁盖茅台的酒制特别特别好 除了酒制好之外呢 咱们来继续盘第三点 铁盖茅台相对于更老的茅台酒 咱就比如地方国营茅台 来说它有什么优势呢 大家都知道 地方国营茅台 它是外边一个塑尿盖 里边有一个塑尿的小塞 塞住 然后把塑尿盖拎上 外边再封了一层红膜 那这个塑尿盖呢 在经过我们多次的品节之后 实际它对酒制在保存不好的情况下 确实是会有影响 所以在我们评论区 才会有喝过茅台 老茅台的老涛提出 地方国营茅台有很多都有一股塑尿味 铁盖茅台因为其特殊的包装材料 就不会存在像地方国营一样的 可能会影响到酒体的一些原因 除了以上三点呢 还有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第一小点 现在整体铁盖茅台的价格 相对于最巅峰2万多块钱一瓶的时候 已经跌了不少 现在是入手的一个好时候 那么第二小点呢 也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就您在一些商务宴情的时候 但凡丁出一瓶铁盖茅台 往桌上这么一个 然后再拎开 不管是啥事 这事呢 那就成了 一层崩溃的 NEX